7月18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努尔白克利 在乌鲁木齐接受了路透社 联合早报和土耳其世界新闻通讯社的专访 努尔白克利谈到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 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组织的一起 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行为 他们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特别最终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 要把新疆搞坏 以便混水魔雨 实现自己的企图 努尔白克利说 下一步首先要依法对不法分子进行严惩 这一方面是给无辜受害者 特别是死难者一个交代 也要还法律一个公道 在中国在新疆搞分裂 搞破坏 不得人心 既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 也违背这个法律 因而呢 这种心经必将会遭到法律的严惩 努尔白克利说 尽管这次事件造成了巨大影响 但他们坚信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这次事件留下的阴影 使新疆的经济再次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新疆各族人民 人心私定 人心斯文 这是大事所取 这是基础 因此呢 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护好新疆的稳定 在新疆稳定的这个前提下 来促进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最大限度的造福新疆各族人民 5 6 字幕志愿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